早安,原意想活家爱妈Candy 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夏日清早茶的原料之一 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美味的野菜,中药菜 这是中药界里面的抗生素 因为它有抑菌抗病菌的超级功能 我们今天要让大家先看看这可爱的花 这是我觉得它特别美丽的花 很特别 野心草它开这样子的在顶端呢 这个顶端呢,有这个碎状的花絮 它离这个 就是所谓的 没有花二也没有花瓣 它是属于不完全花 所以是一个蛮特别的这样子 淡黄色的碎状花絮的良性花 白色的这个花片呢 它是它的这个白色花片 它是个种 这种种包片似的 所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花 但是呢,却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花 你看看它的这个 哎呦,我们给它对焦对清楚了 碎状花 来,再来这边 你看 它的碎状花呢 很漂亮哦 黄色的这个一个顶端呢 一球碎状花 非常美丽 好啦,我们就来说说我们的这个鱼心草 其实对我来说呢 我种这样子的鱼心草呢 平常呢 就是当做一个野菜来食用 我会将这样子的这个叶片呢 这个嫩叶呢 就采下来 然后切碎炒蛋 其实它就是一个最天然的保健保养品 也是一个最天然的野菜 因为它就是有抗病菌 它的味道其实有的人会觉得它 嗯,腥臭味 但是对我来讲像 长白草一样 好像什么菜,什么花都有它特别的味道 嗯,对我来说我都能接受 因为其实它就是一个最天然的抗 抗菌 嗯,抑菌抗病毒的 嗯,对于这种抗菌啊 抗发炎 尤其是流感啊 肺炎感菌啊 金色的葡萄球菌啊 嗯,都非常有这个功能 而且它可以增强免疫力 增加这个白细胞的那个能力啊 症痛啊 止咳、止血啊 促进细胞的再生 所以是一个非常棒的这种生活保健品 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野菜 尤其是现在夏天的时候啊 防这种暑热啊 防病毒啊 做保健啊 就是一个最棒的 一个 嗯 野菜 青草茶 其实呢 我平常呢 也把它做 简单的就是煎蛋 不然就是 呃 可以连根连镜呢 一起去 呃 煮干草茶 加一点薄荷 就是干草煮个大概 三五分钟以后 然后 呃 再加进这个 这个 鱼心炒 然后薄荷 其实我平常呢 就是生鲜的这样子吃 如果干 干的部分呢 我会像这样子的 到了夏天 过后呢 我就会这样子 整盆很茂盛 然后根部就挖起来 根部挖起来以后 我就把它晒干 哦 像像这样子 哦 一整个晒干呢 你就可以这样子 一整串呢 就是可以做最美味的 夏天防中暑的 防病毒的 这个抗菌的 最好的青草茶 这就是我们美妙的 鱼心草咯 一个最美妙的 天然的保健康 抗病毒的 好药草